新城乡公所113年度村林长法治教育及安全卫生教育活动 2号是在回南湾餐厅举行 乡长何理台感谢村林长对乡镇业务的协助和支持 未来会持续向中央、县政府还有县议员争取经费建设地方 在村林长协助之下共同来推动新城的幸福城市 新城乡公所3月2号办理113年度 上半年度村林长法治教育及安全卫生教育 届时活动提升村林长的各项服务知识 并且透过各科室业务宣导 让村林长们了解乡公所每年施政成果以及未来生方针 教育训练村林长出学率超过9成 乡长何理台将施政深耕乡里每个角落 更有鲜眼去光明 新城乡民代表会副主席张梅华 代表会同龙门、村长和林长 乡长何理台向所有林长们表达感谢 今的一年要跟各位林长 与在座的各位我们的代表村长 共同来勉励 共同来齐喜 除了要足旧步兴以外 未来的新城乡还有赖于今天在座的各位 大家共同来努力 各项的工作是不容许来停滞不前的 每天都要来要求 每天都要来给他进步 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 绝对不要说地方没有钱 作为褪为工作责任的一个借口 这是我跟公所行政团队 客室主管的共同美地的地方 特别要谢谢代表会以外 谢谢区公民议员 在议会里面 在议会里面 能够替我们乡里面来征计 不只建设的话 也能够跟地方来打成一片 共同为新城乡来付出 要谢谢中央 谢谢习县长 谢谢副部级立法委等等 很多的立法委的协助 让我们新城乡 各项的工作都能够顺利 都能够圆满 再次向各位表达谢意 新的一年 我们谢谢向大家 共同来努力 习喜 为了能够 绝对是非常美的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 合理台感谢所有林长 对乡公署的支持和肯定 更感谢协助各项政令的推动 代表是林长是公署 和乡亲们的沟通桥梁 更是24小时服务间断的职务 协助政府推向各项政策 乡公署每半年 办理林长的教育训练 及提升专业的服务知识之外 并且相互交流交换意见 共同提升公署的行政效率 为乡亲建设更幸福的新产家园 记得请订阅我的频道